1月6日,网报袁巴元朋友圈爆料张雨琪与男子开房 并晒出聊天记录作声 最后张雨琪发文回应爆料 否认与认识第二天的男子开房 之后一次袁巴元再次发文回应称 你一直就这种风格,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 我没说你不是自由之身 你的意思是我们在情人关系的时候 去跟别的男人开房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跟你商量把小孩让我来抚养 这样对小孩对你都好 你就不回,让小孩子跟你不断的换男朋友好吗 我们签的离婚协议书 我自愿同意在三月底之前支付5000万抚养费 不是欠你的欠费 你为什么不解释一下我们婚内约人去旅行的事啊 你不是自由身的时候不是也一样吗 非凡娱乐,事实报道